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好 午安 大家好 今天盘面上怎么做观察 现在请教张大文分析师 其实赚钱真的 全国同学 赚钱真的只有一条路 几乎十个投资人 十个投资人 十个来看我 一百个投资人 一百个来看我 每个第一句话 就是张老师 我手上这些套牢的股票 什么时候会再涨 我想这是投资人 一天到晚才关心的问题 然后一百个来看我 我可以讲保证一百零一个 每个持股都是十几档 二十档 甚至我亲眼见证过 有两百多档 这个就不夸张 所以十几档 二十档 这算少的 然后下场就是满手套牢 这就是绝大投资人 最后的下场 满手套牢 亏损累累 哪怕指数涨了两千点 照样亏损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买的不是主流 它不会涨 所以我说投资人 每个人最后搞的 就是每天张老师 你看我这个什么时候涨 你看我那个什么时候涨 我坦白讲 今天来到股市 你不要再每天关心 你的股票什么时候会涨 我讲的话 可能一般人刚开始听不懂 我要告诉你很明确的 你要关心的是 主力大户 当下他们在买什么 重压什么族群 重压什么主流 未来什么是主流 未来什么股票会涨 这是你要积极去布局的股票 不是每天在那边哀声叹气 我这个会涨吗 我那个会涨吗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大户买的股票 真的 三年 五年 十年 它就是不涨 你看宏达店从一千三跌下来 到现在会涨吗 还在几十块 所以说操作上投资贡票 你要把心放在 未来谁会大涨 这也是我在节目中 一再跟大家阐述的 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要关心的是 未来谁会大涨 赶快把资金 布局重压过去 你才会翻身 每天套在那边 哀声叹气 我跟你讲 一年 两年 三年 十年 你的股票搞到最后 还是满手套牢 还是亏损累累 因为没有大户在重压的股票 它都不会动 所以我想要锁定主流 大户在买什么 你要从大户筹码结构 大户在买什么 大户在进什么 你赶快重压大买 因为它未来才会大涨 你才会大波段的获利 那大户如果出货 你要赶快赶快赶快 把股票怎么样 卖掉 为什么 因为它将来还要跌 所以我讲说赚钱 真的只有锁定主流 你才有资格享受 大波段的获利 你每天这个两张 那个两张 那个三张 搞得十几档 二十档 最后保证满手套牢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因为你的都不是主流 倒不很简单 大盘K线从八月底到现在 全部同学 自己看一下 八月底到现在 大盘从一万二 涨到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一点 又涨了两千点 各位同学 你赚钱了没有 你赚钱了没有 很多同学来给找我 很奇怪 都有这档股票 叫做远展 我都不知道你们当时 是什么中邪去买的 自己看一下 大盘涨了两千点 所有九月份买远展的人 一百五十八 杀到八十几块 是不是一百万变五十万 很可怜 每天听新闻 台股创历史新高 对你来讲是一个讽刺 台股创历史新高 你的股票一百万变两百万 一百万变五十万 两百万剩一百万 但你九月初来找张老师 你跟上我们当时的国术 导播打一下国术 二四零六 你看看 从十块涨到二十八块 是不是一百万变两百多万 是不是两百万变五百多万 同学 所以你看看 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你如果买的不是主流 我跟你讲 你的人生就是黑白的 很悲惨 只有买对主流 人生是彩色的 对不对 就跟人生一样 人生有目标 人生是彩色的 人生没有目标 每天哀声叹息 对不对 吃这个也一样 吃那个也一样 买这个也套 买那个也套 乱买一通 最后 不论五年十年二十年 不论你买多少档 十档二十档三十档 你买越多赔越惨 你要不要试试看 懂不懂 只有主流 才会让你 大波段的倍数的获利 所以今年九月份 我们的国术 我们的副顶 我们的联店 怎么让同学赚的 接下来十月份 齐立新华兴科创意 大家亲眼见证 十张四十万 华兴科十张也四十万 创意更夸张 十张八十万 导播打一下 从八月份以来 大盘K线 对不对 我刚刚讲过 大盘八月份以来 涨了两千点 你买到原展 对不对 八月底 导播八月底 八月底导播 好OK 对不对 你买到原展 真的 你真的很可怜 你的心保证流血 对不对 我太了解了 因为这四十年 我看过太多人 看过太多人 形形色色 你做错事情 买错主流 下场就是这么 残酷的惩罚 对不对 大盘不会安慰你的 买错主流 就是产赔 来不仅原展 导播三六九 三六 对不对 原展先打出来 不仅原展 很多人喜欢买什么 GIS六四五六 你自己看看 你告诉我会赚钱吗 一百四杀到一百零六 十张赔三十几万 二十张赔七十万 大盘涨了两千点 GIS产赔 再来投资人很喜欢的 对不对 一龙店来二四五八 一龙店 你看看 一百六杀到一百二 十张三十万 二十张七十万 照样产赔 再来可乘 投资人很喜欢的可乘 你看一下吗 二十七四 你看看 二百一杀到一百九 十张二十万 二十张四十万 所以我告诉投资人 大盘涨了两千点 绝大部分的投资人 还在套牢赔钱 但你从九月份 你听我的话买国术 导播 二十四零六 是不是 一百万变两百万 一百万变两百多万 两百万变五百多万 再来跟大家报告 MOSFET赴顶 来看一下赴顶 从二十三十涨到四十七 今天又来 今天整理完 你看今天很快 今天又来到四十六了 接下来很快 又要突破前高了 我跟你讲 你不要怀疑 你看看是不是 三十万变四百多万 是不是 你自己讲 大涨六成 接下来很快 要创新高了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附庭何时会看到五字头 真的 你看看我们锁定的主流 真的是涨不完 再来连电 来九月份 跟大家报告连电 那时候二十多块 全部同学 那时候二十多块 那时候外资 每天几乎八万张 十万张的在乱卖 那时候市场外资 天天在大卖连电 只有张老师 当时在东升连线也好 每天节目告诉你 从二十多块 你把握拉回重压大买 你看看 从二十多 今天已经快来到四十了 这不小心又要涨一倍了 我不仅九月份叫你重压连电 我还特别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我说晶圆代工不止连电 台湾大家很清楚 有台积电 有世界先进 但是我是不是特别告诉你 世界先进跟台积电 你都不要去碰它 我叫你重压连电 就连电来导播 二三零三 从二十多块来到四十 你如果当时九月份 你说张老师 我不听你的 我要去买连电 连电最赚 不是 我要买台积电 台积电最赚钱 那你告诉我台积电 你赚多少 导播 我打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九月份四百六 今天四百八十几块 你九月份买台积电 你报了两个多月 大盘涨了两千点 台积电有没有涨 有涨 涨了二十几块 你搞什么东西 赚五% 懂不懂 来看世界先进 看一下 对不对 九月份世界先进 当时在一百块 今天一百零六 你报世界先进 报了两个月 赚六% 台积电报了两个月 赚五% 但是我叫你 重压连电 连电看一下 从二十多块 快来到四十块 两百多万 变成四百万了 你说几% 所以我跟你讲 大物丛不仅要告诉你 买什么 而且会很清楚地告诉你 未来谁会大涨 谁不太涨 一目了然 绝不含糊 所以很多人看赵老师节目 刚开始会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绝大部分分析师 节目 每个节目都跟你讲十几档 二十档股票 他巴不得讲一百档 你懂不懂 为什么 他乱射飞标 明后天涨了 他就跟你讲 他有跟你讲过 对我们来讲 讲那么多都是浪费 当你看得懂 谁是钻石 谁是石头 你会去捡石头吗 石头我们根本不要花费时间 我们就专攻钻石 黄金带回来 拿着就走 你就赚钱 对不对 所以很多别的分析节目 节目都跟你讲了一大堆石头 你抱石头不会发财的了 好 那不仅连电 从二十多涨到快四十了 再来从十月底 导播从十月底 来导播先打大盘十月底 十月底大盘导播 十月底放大一点 十月底大盘 对对 十月底 十月底 OK 杀到一万两千四百点 那时候全市场 美国总统大选 大家又在恐慌 又在逃命 又在什么中共 飞机又要打过来 对不对 当时一万 杀到一万两千四百点 我请大家重压什么 被动元件 重压IC设计创意 来被动元件 齐立新看一下 二十五六 当时九十多块 涨到一百三 十张又四十万 三十张又一百多万 三十张也不够三百万 三百万就一百万 再来华星科 看一下 当时一百五十多 你要尬到一九九 十张四十万 二十张又八十万 再来创意更夸张 三四四三 当时两百多 尬到三百五 十张又一百万 所以我们十月底 在重压被动元件 齐立新华星科 重压创意 你看看让你怎么赚 是不是 好 这些都过去了 我要告诉你的未来社会大涨 你要注意听 你今天要特别注意听 未来社会大涨 我们今天帮大家抓出两档 而且这两档都是低价的 你都买得起 你要好好注意听 待会注意听 好不好 好好把握 好 那错过国硕大涨1.5倍 错过副顶大涨6成的 来 我们跟大家报告 是不是 九月份跟大家报告 低价股 金元代工 我就锁定连电 我还特别告诉你 台义电世界先进 不要碰 你没有搞头的了 了解吧 谁敢讲这个话 中华民国谁敢告诉你 台义电没搞头 当然我不是说台义电不好 我保证台义电 全世界最好的公司 可不可以 但是那问题让你赚不到什么钱 我们是从筹码结构来谈 对不对 只有联电当时20多块 跟你讲净值比才一倍多 24 26 28 天天买 拉回29再加码 你看看36 39.7 四字头来了没有 这么快到了 你是不是涨多少 100万又60万 200万又100多万 再来错过联电大涨6成 再来跟你报告谁 八寸满载 那联电八寸满载 它的上游细晶元 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你对细晶元 是不是要尊敬一下 对不对 没有细晶元 联电出货给谁呢 了解吧 所以细晶元 我叫你锁定的台乘科 从104公到128 半个月前拉回110 来11月2号 全国同学 细晶元台乘科 回跌到110块 再度加码 当天跌到109.5 对不对 结果上礼拜五 124哦 跟你讲准备又要喷了哦 准备又要突破前高128了哦 上礼拜五特别宣告哦 礼拜一 136涨停 昨天139 自己看看 10张不好意思 又三十几万了 30张又一百万了 好 这些对我们来讲是过去了 听清楚哦 那同样 细晶元要涨到了 跟上脚步 好不好 那再来 大家要见证晶元代工 联电台乘科 我怎么帮你掌握 大波段的获利 好不好 那中兴落难 大家很清楚哦 台厂大补 那八寸满载啊 那接下来联电大涨了 对不对 从二十几涨到快四十了 怎么办 来 联电八寸满载 现在订单已经排挤到 六寸晶元厂也满载了哦 那八寸大涨之后 六寸要不要涨呢 六寸也在涨价 那六寸晶元厂有谁呢 哦 我锁定晶元低价二号 好不好 这档三开头的 六寸晶元代工 已经也开始全面涨价了哦 股价从二十多块转多哦 特别注意哦 二十多块转多哦 联电大涨六成哦 它是不是也要动呢 是不是 二十四号一早还在二字头哦 两个钟头让你买哦 是不是强攻 是不是强攻三字头 是不是强攻三字头 今天大盘是跌哦 今天大盘是跌哦 今天呢 再创波段的新高 你给我特别注意哦 晶元低价二号 所有错过联电大涨六成的 这档晶元低价二号 才三字头 你不好的把握 你要买什么 所以张老师节目很简单 我就是很清楚地告诉你 未来你要重压什么 你才会赚钱嘛 你手上那些十几档 二十档爆了一大堆 我跟你讲 不是主流 它就不会涨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今天 再创波段的新高哦 特别注意哦 它会涨到哪 好不好 晶元低价二号目标价 欢迎大家来点共襄胜举 再来我们从十月底 总统大选前 对不对 跟你报告的被动元件 齐立新从八十多九十多 这个大家都亲眼看到 九十一百零三 一路买一百一 嘎到一三三 十张四十万 二十张又快一百万了 对不对 再来华兴科 从一百五一百六 一百六一路买 一九九十张四十万 二十张又八十万 好不好 这都过去了 这都过去了 短线被动元件 开始要休息 拉回整理一下 好不好 那被动元件目标价 好不好 再来拜登细制裁 当时给你报告 对不对 从两百多块的创意 告诉你好好把握 二九八 三零七 三三二 三五三 很夸张 不到两个礼拜 十张八十万 十张八十万 这就是大破断的获利 好 创意也过去了 听清楚 细制裁 拜登当选之后 细制裁开始翻身 创意也大涨 近期还有一档 大家也很清楚 我们之前一百二十多块 带东森同学 重压大买过的一档 细制裁的 金星科 对吧 现在涨到三百多 这个都不要讲了 那错过创意 错过金星科的 未来谁会大涨 来这档 细制裁二号 二开头八结尾的 股价还在四字头 还在四字头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 投资朋友 要特别注意 未来大波段 获利的行情 好不好 细制裁二号 我们也帮大家准备好了 再来华为五级手机 IC这档六字头的 从一百六 一八五 一八六 好不好 短线拉回 还是要注意它的买点 好不好 未来华为 把荣耀切割之后 那所谓的IC设计 未来受惠的空间 会 对不对 会发动 所谓的波段的行情 所以拉回的买点 还是要特别注意 好不好 那错过 齐立新 华星科创意的 再度见证 联电台胜科 对不对 未来谁会大涨 重新落难 台厂大补 对不对 联电八寸满载 所以联电大涨了六成 快来到四字头 那错过联电的 金元低价二号 对不对 才从二十多块 刚刚转强 刚刚转强 未来大波段的行情 值得期待 那对不对 昨天强攻 三字头 两个钟头让你买 今天再创新高 那再来细字财 错过创意 大涨八十块的同学 这档二字头 二字头 细字财 No.2 股价还在四字头 好不好 那大波段的行情 值得投资朋友 特别特别注意 那未来社会大涨 其实真的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 不要三心二意 赶快一通电话 拨电话进来 共襄胜举 锁定主流 大波段的获利操作 赶快跟上 我们百万操盘俱乐部 一通电话 跟上脚步 锁定未来 大波段的获利操作 好的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君请张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 大户球马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赚钱只有一条路 锁定主流 好不好 我们九月份 跟大家分享的联电 从二十多块 二十六 二十八 二十九 一路拉回都买 三六 三九 是不是快要四字头了 又大涨了六成 再来给你报告 细晶圆代工的上游 细晶圆 你要特别注意 台胜科 从104 110 一路拉回都是买 124 136 139 十张又三十万 三十张是不是又一百万了 好 再来 错过联电 错过细晶圆 台胜科的 接下来 接下来 还是一样 晶圆代工 那八寸满载 那当然晶圆低价二号 六寸晶圆代工 你也要开始注意了 对不对 从二字头 昨天一早开盘 还在二字头 两个钟头让你买 买完 强喷三字头 今天早上 再创波段的高点 那这档 晶圆低价二号 目标价在哪里 欢迎来电 共襄胜举 共襄胜举 好不好 那再来被动元件 那这个我们从 对不对 10月底 拉回90多块 重压大买 自己看一看 10张又40万了 20张又要80 80 90万了 华欣科也是一样 美国总统大选 前150 160 一路加码 已经199 10张又快40万了 昨天当然 也请同学 把握冯高 要懂得调节 10张40万 20张80万 钱要懂得什么 钱要懂得放口袋 操作目的 不是为了买股票 懂不懂 你们操作目的 是买了十几档 二十档 抱着睡觉 有用吗 对不对 操作目的 是为了获利 好好认知这个问题 好不好 所以昨天 华欣科 199多块 逢高调节 今天当然拉回 拉回我们还会注意 被动员界的买点 再来细致财创意 从200多 298 307 10张又80万了 错过创意的同学 要特别注意 同样细致财 这档股价 财在四字头 刚刚大户筹码转强 像的这样的结构 你都要特别注意 未来整个大波段 获利的一个行情的发动 好不好 那再来 华为5G 卖荣耀之后 那这档 华为过去 IC的主要供应商 起始回升 从160 185 186 好不好 那10张又20多万 20张又四五十万 那这两天 短线拉回 要注意它的买点 因为这个产业 回升的趋势 还是没有改变的 好不好 那错过奇力星 华兴科创意 错过联电 台胜科的 你都不要急 未来社会大涨 大物筹码 通通帮你锁定 八寸满载 我们就接下来 联电你错过 大涨六成的 你就好好的把握 低价二号的六寸厂 好不好 一样会产业趋势 会向上推动行情的发展 从20多块 30多块 今天早上再创 波段的新高 好不好 那同样的细制裁 那错过创意 大涨八十块的同学 你也不要冲动 也不要追 你不要这两天 跑去追金星科创意 那我要罚你战 懂不懂 那这个地方 二开头八结 我的刚刚大物筹码 一个转强的一个结构 股价还在四字头 股价还在四字头 也值得投资朋友 好好的注意 未来大波段 行情的一个启动 好不好 所以操作股票 我张老师的节目 精髓就是 未来 future 社会大涨 这个你要搞清楚 对不对 不是每天脑袋 迷迷糊糊的 套了十几档 二十档 每天爱生探气 套牢就是套牢 没有大户买 他就是不会动 所以张老师节目的精髓 就是很清楚地告诉你 未来主力大户 锁定的主流是什么 你要赶快跟上动作 把持股做一个调整 好不好 所以未来成为大长 张老师永远 事前帮你锁定好了 希望穷工同学 今天务必 拨电话进来 共相胜举 锁定未来的主流 大波段获利操作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制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助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